在半年到八個月之間 他這個事情都一直會在被處理當中 所以他要短期的脫身不太可能 一人沈榮談起孫安佐事件 講得頭頭是道 專研塔樓牌占卜有一套獨特方式 一度還被封為神明代言人 2001年沈榮因為曲美鳳光碟案 遭判妨害秘密罪入獄11個月 代付苦勞.6人罪 如今終於自清 攤牌動作俐落熟練 省榮開設魔法學院半小時收費3000 累積財富精準投資房地產 擁有大安松山等豪宅 現在可是意外富婆 去幫助別人 我們要來傳遞正能量 而不是去塑造一個大師 然後讓別人去崇拜他 然後每個月可能都要繳很多的錢 其實不是 從人生谷底翻身 省榮在命理事業穩張穩打 未來還希望女兒接班 十年磨出頭 不僅甩開 牢獲一買也成功翻轉人生 記者誠實練李玉涵 他也報導 ちょ 如果 你